南投县政府为了提高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 提升学子数位素养 办理南投县三层数位黑客松竞赛 邀请全国公私立大专院校 及国高中学生共同参与 透过地方出题智能解题的模式 推动南投县数位解题风潮与趋势 三层数位黑客松的总决赛 是在今年年底12月29号 在国立济南国际大学举办 那欢迎大家一起来给选手们加油 那我们希望说从这些竞赛里面 能够这个选拔出对于这个南投县 这个宜居城市最有贡献的几个队伍 那让青年学子们也有机会参与城市的建设 县府秘书长洪瑞子表示 希望透过这次精彩活动 促使青年人关心南投在地议题 提供一个与政府交流对话平台 鼓励他们不断创新及挑战自我 提升南投的科技力与竞争力 透过政府的open data跟big data 让他们能够提出我们所面临到的 这个问题跟挑战 提出他们的一个想法 让南投县变为更为宜居的一个城市 县议员张秀之令如阳肯定 县府规划精彩的用心 期望借由精彩来办理 青年朋友能够针对现今县府 所遇到的问题来提出良好的解决方案 使本县发展越来越好 对这个学生尽量给他取发他的头脑 他的智慧 他也能借由办理这个活动 增加学生的兴趣 我觉得县政府教育处 真的很有心来办这个活动 未来让学生能够多多的学习 那把这个科技以及智慧 带入到这次的比赛当中 那给予我们地方政府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解决的方案 并且表现出他们对未来的想象 也希望说我们南投县政府 能够更多的参考这些孩子们 提出的这个解决的方式 那并且我们来将它付诸于实践 透过政府出题鼓励学生参与公共事务 并以不设限的创意发想 提出可行的公益方案 透过此次的竞赛 也能进行培养更多具备素威素养 及跨越人才 共同实践社会共好 与联合国永续发展的目标 记者新闻去南投采访报道